不是标股不点名哦 大人哥早点名 今天点到了创意 创意是涨停作收 另外一项是志源 信华 维影 力望 世新 哇 大人哥一出手 市场都买单 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重答 今天果然是开高走低 跌了快要8% 还有谁呢 还有稳帽 也来到了四个月的新低点了 到底投资朋友 如何趋及避凶 请问大人哥 好 那就请看今天朋友解盘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10月28号星期五的 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 大家好 昨天的台北股市涨了快要200点 不过今天马上又拉回测试了12682 真的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大人哥所说的 股票搭上期货多空双向操作的重要性 当然也提醒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忍者无敌三周年庆的回馈活动 只剩最后倒数三天 直到下个星期一邀请大家把握机会了 当然也要请教大人哥了 大盘今天回测了12682 收盘的时候虽然站上去了 不过真的就像你讲的一样 这个生了重病啊 一定要好好的调养 没有这个力道马上冲 面对这样一个反复主体的行情 应该怎么掌握呢 请教大人哥 好 德鱼好 大家好 我觉得还是跟台股说声加油加油 现在目前市场的信心正在逐渐 类似像是余悸有存 或者渐渐想要说什么时候还可以回稳这个过程 所以在我们节目里面的话 我会用比较偏向于数据面的说法 就是我会告诉你我看到什么方向 我看到什么数据 我看到什么重点 来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 所以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件事情 就是最近的行情 就是危机有从危险带来的机会 那现阶段的一个操作方式的话 请你用多空双向的方式去做一个趋吉避凶 你应该看我这张图 应该放了好久好久好久了 甚至像是这个 你会看到说 那个我们的蛋哥玩股 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的一些教学的影片 我会告诉你说如何现在目前用期货去做避嫌 然后怎么样用期货去看一些行情的指标 甚至教你用那个抓背里 你想要结税的话 都在我们节目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YouTube频道的大人哥玩股这个专题 然后呢 当然你会说 这好像看起来都是一个比较抽象抽象模糊模糊的这种感觉 那或者说有没有机会让我们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有数字有真相 有图有真相的这个操作 就是我们下半段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盘后解盘 把它分成上下半段 上半段的话主要是讲股票跟行情跟选股操作 那下半段的话是在讲期货的操作 所以我们自己研发的聚保器 很好用很好用 很好用的工具 今天我们又抓到行情的这样子一个空点 那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空在12849 然后呢尾盘的话是空在12765 那今天的话是当充获利84点 脱获利金额的话是168 那16800 这是我们的全体会员都看得到 然后做得到 又16发了 一路发 这是一路发 我没有特别去为了什么 84点就去做获利了结这样的设计 因为它真的就是行情这样带给我们的获利的这样的机会 所以短线上面的行情在震荡过程之中的话 你可以运用好用的工具 你可以运用好的策略 在市场上面就用多空双向操作去做到趋吉避凶 做到拘沙成塔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下半场的部分再跟大家做相关说明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的话 还是回来到我们台股的部分 今天的台股或是像是这几天的台股的话 因为今天星期五嘛 所以我赶快跟大家解释一下 最近的行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先把这个K线打到最近的这段时间的K线 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这个礼拜的台股 其实才刚从那个12682破底之后 然后试图想要去做一个寻求底部的这样一个过程 甚至像是寻求想要去做一个打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也就如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跟大家提醒到这个星期 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件不断在去做发生中 那你也会发现说真的在发生了 而且真的也在冲击现在目前的台股的部分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包含了像是全球股市 在美股的部分 尤其是在这个星期的重量级的财报周 那上礼拜跟大家说过四大天王 你看像像 Amazon今天盘后 今天清晨的盘后又跳水了20% 那那个另外的话你看像是那个Google 就是那个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母公司谷歌 反正就是他们也是在跳水 然后甚至像是Apple Apple的话他盘后没事 可是他其实那个昨天的盘中的话 今天清晨算也跌3% 所以现在目前的话看起来就是一些相对的一些 重量级的财报都是比较偏弱偏空 再去做看待现在目前的行情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到说其实我永远 因为我这个礼拜我根本没有在预期说 你要告诉我有多好多好的展望 我反而希望是用一个利空来去做测试 利空来去做一个冲击 利空来去做一个测试底部 能不能再去做一个回稳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现阶段的话你会发现就有好多好多的利空 可是在所谓的利空的来临的时候 好像有一些个股反而不跌了 比方说我们前几天说 像友达他说法座会 那个什么悬崖式的那个崩崩盘 他没跌啊 或者说最近还说的话 请看像那个稻穷指数来说的话 其实也都在这边去做一个打底 看这边稻穷重新回来到季线之上了 那当然NASA的指数稍微弱一点点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还依然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底部 底部去做一个测试底部的过程 因为最近整天的就是超级财报周的 所谓的相关的电子股 科技股比较弱势一点点 可是你会发现说前几天的台积电 他也在就是在破底之后 我就说他很难得的 竟然出现了一个澄清的新闻稿 因为前几天魏哲家魏总裁 他拍了一个影片 然后发了一个内部的公开 内部内部信啦 就说跟员工说鼓励员工休假 然后呢就有一些新闻媒体 就把它扩大扩大渲染渲染 他就说台积电要放无薪假了 那个明年展望不好了 然后呢原本我就随便就说 你会发现说那个连台积电都出来喊话 出来做一些相关澄清 就说我们没有啊 我们不是这样的说法 我们只是鼓励员工去做正常休假 然后我们只是我们只是比较像是一个 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明年展望是一样的状况啊 所以这种状况的话 反而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利空便利多 像昨天的大盘的话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那个充了190几点 可是我也跟大家说到了 现在行情你要能够直接回稳直接上工 不好意思那不太可能啦 因为毕竟现阶段来说的话 就真的像是一个刚我们就说刚破底嘛 那个TS 大盘才刚破底 你想要这种刚破底的指数 能够直接往上冲 那没有机会 他只能寻求在这边就有个反复测试 反复测试底部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像待会你会看到那个 因为我们现在录取时间 我们要看到台积电法说会 联发科的法说会是怎么样一个讲法 可是等一下你也要看到联发科怎么喊 那个接下来展望 等一下有机会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 但是现阶段的状况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大方向 也就是台股在这边没有机会直接往上 可是个股很有机会在这边领先去做一个转强 那现阶段的话包含像是这个礼拜 你会发现那个重量级的美股的重量级的财报周 正在一一的去做利空测试底部 然后台股的部分来说的话 我刚刚说了嘛 就是一点一滴也在用法说会去做指引方向 所以今天的联发科很重要 然后呢同时间还有IC设计的2379的锐域也很重要 然后另外的话呢4966的普瑞KY也都很重要 因为这些相关的股票来说你顺便讲一下 今天的联发科他跌了4%吗 那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两天的外资也有降频联发科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反而是带来一个 就是你看你会发现 这边就是底部一底比一底去做一个垫高的过程 当然他今天跌了4%多 可是呢如果就这个底部去跌跌跌跌高过程 然后他如果下午再讲一个比较属于中性的 不要太坏或者说就算坏好了 那如果用坏的一个状况 然后结果却没有跌 下礼拜又往上走上去的时候的话 打底的过程来说的话 他其实就是对于所谓的 市场上面一些相关的利空去做一个顿化的过程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提醒 就是我不求利多去做反应 但是我只看就是能不能让这些相关的利空 不要再去破前波的低点 这是普瑞KY 这是瑞玉 那因为瑞玉的状况来说 它是很重要的网通的晶片 然后普瑞KY的话也是一模一样的线型 等一下我来切一下 来 这是普瑞KY也是一模一样的线型 你看他们都已经在这边10月初的时候已经打底了 这边去做一个底部去打出来的时候 就有人想说他最坏就这样子了 那没关系 反正明年就是回复一个稳健成长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些这种默默进场的买盘 去做一个介入 所以有一些个股在现阶段来说的话 已经去领先足底了 那有一些个股的话甚至更强 已经领先去做一个板弹过程了 所以你还是要留意一下 到底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要是打底 然后个股的话要用看大做小的方式 然后你要有那种选股不选市的这样一个观念 所以这是现阶段我们不断跟大家提醒 跟大家定调的一个操作的方向 危机其实就如同大人哥讲的一样 真的就是危险加上机会 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大人哥一起避开危险 掌握机会 0800-66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Lite直接私讯大人哥 先让大人哥帮你的持股做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 这一点非常重要哦 了解哪些股票呢是好的体质OK的 我们可以留着它甚至逢低加码 但是如果那些会扯你后腿的 获利不佳展望欠佳的这些股票呢 适时的来做一些太弱换强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搭配上 我们人者无敌三周年庆 帮大家准备的这个超大回馈了 包括了精准买卖点 这个股票精准买卖点盘中立即的抗讯提醒 我们非常好用的股魔力APP 当然多空双向操作 股票搭配期货 期货的这个策略平台聚保期也帮你准备好了 要让你一次拥有三大幸福 那么时间不等人哦 这个回馈真的只剩下最后三天了 直到下周一也就是10月底 邀请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 0800-66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Lite 私讯大人哥了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大人哥今天是星期五 那么过去我们看到 包括你今天点名的创意来到了涨停 另外呢像是这个智元啦 信华啦 违影啦 世新 力旺 这些好股票真的都没有寂寞太久 最近的股价都开始往上了 大家好关心 过了一个周末回来 下个礼拜怎么选股 要看哪些方向 赶紧请教大人哥 好那我们就先小小卖个关子 我们等一下最后再跟大家做相关说 不要把那个节目快转到最后面去 因为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做一个个股 个股个股的一些相关解析的部分 那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说到的就是 既然这个星期叫做是利空 去做测试底部的支撑 那既然这个星期叫做是说 反正那个大户想要说 啊等等看嘛 反正我等你利空出来之后 或者像我等你一些法树会出来之后 我们再去做反应啊 就像昨天前天吧 因为有达法树会 他就他就直接 那个释出一个利空 结果呢 他隔天跳空开地就拉起来 有没有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其实现阶段的话就很多的一些 相关买盘 就在等 等你那个利空不跌的时候 等你这样的一个底部出现的时候 他就自然而然有这些相关的一些 更低的低点可以去捞跌动作 可是呢有一些股票 他们也领先去做回稳了 所以我们就继续跟大家推导下去 就说像刚刚 或像是我们这几天有跟大家说到的 你看台积电哦 他竟然也出了一个新闻稿 他说我们真的没有 对明年展望有什么样的调整啊 所以呢 当他讲出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昨天有没有发现 IP那个矽制裁的几档个股 通通一起去做转强上工 然后呢 你看像 昨天的 力望重新回来到千金了 然后呢到今天为止的话 今天的创意还在涨停板 那今天的创意的涨停板 其实你如果看今天一天的话 你好像说哦 哦真的很强耶真的很强耶 可是你如果把时间拉回到 我们之前从开始跟大家提醒 分享创意的时候的话 你就更会有感觉了 那那个时间点的话是什么时候 这种重打等一下再说 不是每一档个股都是风低弯 要减算是他来 三四四三创意 来这是创意 这是从今年大概从4月 三四月开始你就会看到我们节目 只要讲到创意的话 这条 就所谓的水平这个虚虚线 一直都留在这边 你看我们之前每一个影片 如果你看到创意的时候 都一直在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今年我怎么样看IP就是成长啊 那他在4月的时候 因为那一次的 也是有人对他们的成长动能有质疑 然后结果他破了那个水平线低点之后 他就用他的 第一季的季报来去做公布出来说 没有我们就是成长 所以他就V转向上了 那当V转向上到600块以上的时候的话 其实他那个投资价值 或者他那个 他的反映出来 该反映今年的成长的力多的话 其实都已经充分反映了 所以每次当他到600以上 到600以上 到600以上 几乎都有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压力的地方 可是当他回来到这个 就是那个他 到400出头这附近位置的一个 底部支撑的地方的话 似乎又有所谓的投资价值就出来了 就是今年的创意变成是很多人去用 很多法人都是用高出低进 高出低进这样去做操作 那我们如果有抓到这个低点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这样直接转上去之后 但我记得那时候赚60几%吧 所以那一次的话 其实他就是一个超跌之后的一个 逢低的进场点那很棒 那这一次的话 一模一样状况又发生了 而且这一次的状况就是 他洗得更凶 你看这个是跌停 然后这个的话又跌停 然后这个的话是破了那个虚线 就是那个水平虚线 那破了水平虚线的时候 你该担心还是你该 该期待那个危机带来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 真的好多好多超便宜的股票 然后明年依然成长的股票 可是股价又偏偏委屈在那边 所以现阶段你真的是可以好好去留意到 这种杀下来的低点的状况 所以昨天的创意是大涨的 今天继续继续回来到这个水平 水平线上啊 这就是涨停板啊 所以现阶段的话 其实你看那个半导体的那个禁令来说 其实对这种IP就是西智海部分的话 叫做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唯一的影响叫做是他的位阶的高低 位阶太高的股票 就像你看366亿的事情ky 我就说他的千金 既然不想过的话 就尊重他一下吧 然后你不要去做追高动作 不要那边风高那边趁热度这样的动作 可是你看他当他回来到那个波段低点的时候 到前波低哦 大概接到这550块附近的时候 那就有这种逢低买盘去做一个进场动作啦 那当然这边为止的话 我都没有特别说所谓的买卖点的操作 但是这个观念的话就是分享给大家 就是有时候真的有一些个股他们是好的股票 可是好的股票的话 你也要在好的地方去买进他 所以比方说像是立望 3529的立望 你会发现说当他在跌破千金之后 也很快的这种买盘去做一个进场动作 这种明明明年成长 明明不受所谓的库存调整影响 明明是跟着台积电一起成长的这些相关的好公司 可是当行情在下跌的过程中的话 难免也会被杀低这样的现象 可是杀低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发现说 哇有这么便宜 哇有这么好 这么甜美的价格的话 就会有人想要去做一个进场 这样一个操作的动作了 那另外的话像3035的智原 也是一样的状况 他今天是有点像是被 最后被大盘去杀下来拖累的 不过你看这种底部 其实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做 留意他这种底部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这种打底的过程 所以智原他刚刚开完法说 他也说他们今年的六成的 营收动能没有改变 然后他也说他们明年的话会持续成长 但是他们还有新品 你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部分 所以这就是现在跟大家讲的方向 那A时间的关系 我们继续讲下一个族群 来 昨天前天吧 我就说 那个大户要买的话 不会买那个Google崩盘的那天 他要买的话买隔天就好啦 你看这个这是谁 信华又回来了 信华的话他就 他就用他的基本面 或者用他 之前把说会告诉大家的说 我们就算第三季是比较属于疲弱的一季 因为真的库存要调整 可是第四季的话 怎么样也要都恢复成长的动能 所以今天的整个在伺服器的族群来说的话 今天的信华 当然他是比较贵一点点 因为他是 千金股后的这个 对他是股后 但是如果怎么样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也是带 因为千金他还是需要一个指标股去做带动 所以信华回稳了 那另外你会看到6669的围影 我们讲我们几乎都是讲这个族群而已 就是他是对的族群 只是一样是问题就是你要什么时候去切入他 他的这个这个价格的地方 微影今天涨6% 今天大盘跌100 130几点 可是今天微影 今天整个那个伺服器的高价的族群的话 今天也都是稳的状况啊 那对 然后三五三三的加折 今天涨2%多 这种都是都是对的族群对的股票 只是看你是说 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他 那有人告诉我说那是META 他要扩大资本支出啊 可是我会告诉你一件事情是 不管是谁喊了什么样的 像META他不是财报很糟糕吗 可是他因为他说要扩大资本支出 所以你说伺服器因为META而涨 那你为什么不说今天的Amazon这个财报是利空 为什么没对他冲击到 那就真的是代表是说 当他已经跌到一个很甜美很甜美的价格的话 就是你只要一个利多他就去做一个反应 可是利空的话他就不一定会去做那个相关的反应 这就是现在的这样子一个利空测试底部 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跟大家做相关提醒 跟分享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一样看好半导体的IP 或一样是看好伺服器 甚至像是半导体检测的这些族群的话 都是我们依然持续看好的 车用也是 我越讲越多 真的真的很多很多的好的股票 现在是委屈的这样的状况 所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 或许我们就再跟大家做一些多多讲一些产业面的部分 那当然 就是我每次在跟你说好的时候 我也会跟你说 我就是数据看数据说话 好的我告诉你 可是不好的我一样跟你说 你有那种弱势股票 不对的股票的话 你还是得要在现阶段 有反弹你就要赶快去做一个反弹换股 这样一个动作 就像今天早上早点明 刚刚德宇也讲到了 你看我就说 今天你看4977的仲达 他就是一档被投信被弃养的股票 那今天的仲达的话 你看他早上一早还想要去做 逆施想要去做挑战 挑战平盘以上的高点 可是失败啊 他一样是被杀下来 所以今天的仲达的话 今天下跌了快8% 快跌停盘 这就是现在目前盘势比较震荡的过程之中 你可能还是要做到所谓的持股的调整 跟太多换墙这样的动作 那另外的话 因为其实另外有一个族群 也是我们常常跟大家提醒到的 也就是Apple或者是说 有一些比较偏消费的股票 就像滚帽 如果你有看我们 如果有看我们昨天节目的话 前几天的节目的话 你就知道说 我们其实也对这个族群 是比较偏保留一点态度的 那当然Apple他财报公布出来了 他的iPhone看起来真的 销的没有如预期的好 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了 iPhone的族群的话 你要买在新机发表之前 然后如果他当他新机 如果真的卖得很好很好很好 他只有Pro卖得好 他其他的系列的话是卖不好的 那所以如果就这样状况来说的话 其实他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那一些相关的苹果供应的股票 可能就会在现阶段来说的话 就会失去那个买盘的一个关注的动能 所以就是 生化价的文貌 像全新这种股票的话 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们的股票 都还是在这边去做一个走跌 这样三亿年我们看 你会发现 因为他的股股就是一直在破底的 这样一个现象发生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 你可能还是要做一个稍微留意的 这样一个现象 不是我 我没有 我真的告诉你 风低万要减钻石 但是并不是每一档 个股都是叫做风低都是钻石 所以你可能要认清楚这样一个 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观点 那时间关系 来下个礼拜看什么 那个压轴的部分的话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下个礼拜 我一样看IP 我一样看IC设计 因为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说 我们这礼拜就看IC设计 那也过来也都是 符合预期这样一个状况 可是下礼拜我一样跟你说 我一样是要看好IC设计 因为IC设计它很重要 今天等一下 我看一下联发科法术会的状况 再跟大家做相关的补充 会在我们的like跟telegram 然后呢 为什么下礼拜要看IP跟IC设计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联发科今天讲完之后 下礼拜如何去做反应 还有的话就是说 我们刚刚看到的 连创意的这种股票 就是 错杀委屈的IP的族群的话 今天也都回稳了 所以下个礼拜 如果大盘要能够在这边 去做一个回稳转强向上的话 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IC设计它具有聚集人气的效果 只要一拉IC设计 大盘它就有活力 它就有人气 所以 行情在这边去做一个打底的过程之中 那我宁愿让一些指标股来带动这个 带动这个行情 所以我一样看法就是没有改变 就是说大盘就继续打底就好了 不要不求你这边去做一个往上去做攻击 可是呢自然而然我们有好的股票 在现阶段在行情比较属于震荡的过程中 他们就会一个 然后一个去这个轮动向上的过程 那也因为他们需要轮动 所以有时候就是那个顺着趋势走 或顺着资金的动向走 会是你现在目前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也欢迎如果你这时间点 你不知道如何操作 你需要那个万一减钻石 或者你需要 你真的要知道钻石是哪些 或者说你真的需要去做持股诊断 然后太多换墙的话 也欢迎真的是好好趁着这一次的时间点 然后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们来帮你来去做相关的协助 台股在持续打底 但是就如同大盘哥跟大家分享的 好多好多好多的这种钻石好股票呢 都已经忍不住开始往前冲了 邀请大家利用周末假期的时候 赶快拨打我们的 0800668085的沾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Lite 私讯大人哥 务必要掌握我们这次忍者无敌 三周年庆的超大回馈好康了 那么跟着大人哥 先来做一个持股的见检 了解您手上股票的体质 然后对阵下药 好的我们继续留着甚至逢低加码 但是不好的我们就来做一个太弱换墙了 搭配上什么呢 搭配上我们帮您准备的 就是股票部分盘中即时 精准买卖点的抗讯提醒 我们好用的股魔力APP 当然股票期货互相搭配 多空双向操作 我们掌握筹码转折非常棒的策略平台 聚保期也让你一次拥有 那么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机会 赶快把握了080066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加入大人哥的Lite 直接私讯了 祝您周末假期愉快 也再一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库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t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